在生活中维持社会秩序 即使身处险境 至爱难行 也义无反顾要进行自己任务 6月15号警察节这一天 台东各警分局都举办了庆祝活动 慰绕这些平常为民众安全把关 守护秩序的玻璃市大人 从事警察工作相当辛苦 作为人命保姆 担任起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的角色 甚至在防灾救灾的现场 都能看到玻璃市大人的身影 即便是在艰困的问题摆在眼前 为了人民都必须面对处理 6月15号是警察节 是庆祝这些为了治安工作 24小时待命 努力付出的警察们专属的节日 在台东的各个分局都举办了庆祝活动 在成功警分局的慰绕活动中 邀请了成功伤水的合唱团来献唱 更提供易检的服务 减去远景头上的三千烦恼斯 替公务方案的远景打理好门面 另外大午分局则是举办了 阿朗伊古道建走以及进滩的活动 邀请玻璃市大人及家属们 一共100人士左右 来到阿朗伊古道进行长达10公里的建走 享受分多金的熏陶 接着还有进滩活动 远景及眷属人手一袋垃圾袋 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将海滩的垃圾带走 在多元丰富的警察节活动里 让辛苦的玻璃市大人 暂时脱离工作圈 带着家人放松享乐 有了强健的身心 才能在未来面对各种挑战 替民众守护家园 维系治安 记者和其轮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иса this